好 親愛的這個 癌症關懷基金會的好朋友們 大家好 今天很高興跟大家分享 這個目前大家很關心的主題 所謂新冠肺炎COVID-19 以及跟隱石之間的關係 這個大家聽了以後 今天一定會有所幫助 太重要了 太重要了 沒錯 所以如果大家有任何的問題或留言的話 歡迎大家留下來 然後可以拿到這個講義的精華 真的是非常厲害 超推 我是程維華陳醫師 我是在英國牛津大學拿了神經學的博士 我也在教學醫院任職過 也當過教職 也當過所謂的系主任 也當過一些分院 院長 目前就是比較推暢用食物來預防跟治療疾病 所以今天就跟大家分享 飲食真的跟COVID-19 有很大很大的相關性 好 看下一章 好 聯合國曾經說過 人類面臨兩個最大的威脅 什麼威脅 大家都知道氣候變遷 全球暖化是不是 大家我想都知道 第二個就是新興的傳染病 什麼叫新興的傳染病 COVID-19 新冠病毒就是其中 目前是影響到這麼長久 將近快三年 還繼續再突變 再繼續感染全球的大疫情 這些兩個大的威脅 對不起 我沒有忘了關掉 我忘了 好的 這表示說我們今天的主題很重要 外面到底口號進來了 好的 好 可以把它關掉 那第一個 食物竟然跟氣候變遷有什麼相關 我們看看這個圖表 你看喔 骨類 它的這邊 重軸是碳的排放量 二氧化碳的碳排放量是最少的 好 然後還有這些蔬菜水果 都是很少 有沒有 魚開始變多了 這些 這些的牲畜 那隻肉類更多 所以他們發現說 昏食不季的 它的排放量是最多 你看所謂的素食的碳的總排放量 的飲食的話 二氧化的排放量是最少的 所以真的食物會造成全球暖化 造成氣候變遷的問題 是無庸置疑的 好 那食物 那為什麼跟新鮮傳染病有關係呢 動物有動物的疾病 對不對 人類有人類的疾病 可是中間交界的地方就叫 人畜共通傳染病 那為什麼會有產生這一塊 其實我們舉病毒為例 一個病毒要改變一個宿主 會比人類要改變工作 難上加難 為什麼 因為每個病毒 都有大概先天的宿主 它沒有辦法跳過這個動物 就直接感染到人 那就是一個大自然保護人類的一個繁靈 如果我們打破了這個大自然保護人類的繁靈呢 那這個動物的病毒 就有可能跳躍感染到人身上 那什麼是保護人類的繁靈呢 第一個我們要先講 因為病毒 它一定要進入細胞裡面才能存活 所以才能感染 所以病毒要進入細胞裡面 一定都要有一個細胞的接受器 受體 病毒就是要有鑰匙 這個鑰匙才能打開這個細胞的門鎖 就是接受器 病毒才能進入細胞裡面去感染 那比方新冠病毒它的鑰匙是什麼 刺塗蛋白 那在細胞上的那個數就是什麼 ACE2的受體或接受器 好 就是刺塗蛋白是病毒的鑰匙 它要打開我們人類細胞膜的ACE2的受體 病毒才能進入細胞裡面 然後在細胞裡面複製人身 好 才能感染人 同樣的流感病毒也是一樣 人的流感跟動物的流感混合在一起 它產生了一個基因重組 它就會跟跳躍感染到人類 那我們都知道新流感對不對 新流感是怎麼來的 後來才知道說是在養豬場裡面 有四種的流感病毒 兩種人類流感病毒 一種豬的流感病毒 一種家禽的流感病毒 在豬的體內產生基因重組 然後讓這個新的重組的流感病毒 能夠認識人類的細胞膜的受體 而感染到人 否則禽流感是不會感染到豬 禽流感也不會感染到人 但是因為養殖業的關係 會造成這個受體的一個改變 就是它的病毒 擁有這個藥食的重組 它們的流感病毒 它的病毒的藥食就是說血液擬集素 那跟新冠病毒又不一樣 所以食物真的是跟新興的傳染病是有關的 那最大的原因就是漆地的破壞 人家說那是不是去打獵 去到原始森林去 其實這是小眾 伊波拉病毒就是這樣子來的 他們去打人員等等 帶回來把這個人員上的病毒 帶回來到人的身上 可是大部分都是什麼 雨林被砍伐 砍伐是為了伐母嗎 不是 不是只有伐母而已 它是為砍伐完 然後把它放火 把它燒 它要製造一個什麼 種植牲畜的 這個飼料的一個農作物 以及變動物這個所謂的養殖場 所以這漆地的破壞 還有農地運用的變更是最大項 有沒有 其實就是跟我們的飲食有關係 我們為了吃更多的肉 蛋 奶 造成的這個養殖業越來越多 畜牧越來越發達 破壞了生態雨林 造成的全球暖化 好的 所以我們可以看看食物 它會放出全球碳排的三分之一以上 都是食物排放出來的 排放出來就會增加全球暖化 造成氣候邊界 氣候邊界又造成食物的怎麼樣 缺乏 水的缺乏 個人來講營養不良 飢荒 在人緣之間就造成社會的衝突 搶資源以及國家之間的戰爭 當然食物也是跟我們的營養有關 是不是 所以它的提供我們的健康 是跟它息息相關 提供各種營養 預防各種疾病 以及基因的表現 以及會造成怎麼樣 新興的傳染病 所以食物跟健康跟氣候邊界是息息相關的 它是個關鍵 好 那我們再進一步談談 現在的新興的疾病 好 那為什麼這些新興的人畜共同傳染病 都是來自於所謂的養殖的動物 我們來看看最近這幾次 SARS H1N1就是新流感 當初叫豬流感 是來自於哪裡 豬對不對 SARS是來自果子梨 有沒有 在廣東它們吃的野味 它集體的養殖這個野生的果子梨 MERS在中東就擔風駱駝 那咱們養駱駝是為了喝駱駝 吃駱駝肉造成了這個問題 好 那另外也是一樣 所謂的什麼潛流感 還有伊波拉等等 是在打野生動物 尤其可能懷疑是人員身上來的這些病毒 跳躍趕到人身上 以及這一次的COVID-19 為什麼我們提說叫做中間宿主 剛剛講過了 一個病毒 我們都知道這些病毒 大部分在蝙蝠身上都有 可是蝙蝠不會造成人傳人 蝙蝠叫做原始宿主 如果是蝙蝠傳染的話 你可能是吃蝙蝠或者是蝙蝠的 你經常去蝙蝠的這些洞穴 經過排泄物今年累月 你可能會得到感染 他的蝙蝠身上的病毒 可是你感染而已 是一個散發性的感染 你不會造成人跟人之間傳染 這樣了解嗎 所以人與人之間傳染 一定都是要有透過一個中間宿主 就像SARS偷出鍋子裡 MERS是透過什麼 駱駝 養殖駱駝 那新冠肺炎最懷疑的目前是所謂的川山甲 所以你看歷史上三個冠狀病毒 冠狀病毒都是跟什麼 吃動物有關係 因為川山甲是全世界走私最大的普魯動物之一 因為要用它的鱗片還有中藥的致病 還有所謂的促進乳製分泌等等 所以這些都是我們人類的行為造成的 然後因為蝙蝠的病毒在川山甲身上 產生的基因重組 讓新冠病毒 它的這個刺土蛋白的藥石 能夠跟人的受體 細胞的受體 一起結合 才能造成感染到人 所以在蝙蝠身上本身不會 所以為什麼知道在某種蝙蝠 它的這個身上的新冠病毒的這個序列 跟我們這些新冠病毒 感染了新冠病毒96%的相似度 是從蝙蝠 它是原始宿主 可是蝙蝠要造成人傳是不可能的 那必須要經過一個中間宿主 所以川山甲它們身上的新冠病毒 它們的基因血百分之九十以上 跟我們現在感染的新冠病毒是很相近的 所以懷疑是這個中間宿主 是透過這個最大的走勢 所謂川山甲而來的 所以為什麼新興傳染病都是透過動物來 就是用去養殖動物或走勢這些動物 破壞了棲地等等 好 我們回後台來講說 COVID-19 大家都以為說 COVID-19進入第三年 已經很快會結束對不對 我們也當然希望早點結束 可是事實上不可能 WHO講說最近開始 全球這兩週又俱增了30%的新的病例 因為Omicron VA.4.5 傳染性更強 會造成新的疫情 但是大家各國都放鬆了一些管制的措施 甚至也不太篩建 也不去做基因的序列 所以會增加我們對這個病毒的突變的 一個掌控跟評估的一個困難 所以可能大家還是不能掉以輕心 那我們就來談一談 COVID-19到底是怎麼回事 我們個人怎麼去保護你自己 好 這個實驗很重要 它是在英國 他們做了一個實驗 他們找了36位的年輕人 把新冠病毒的武漢原始病毒株直接打入鼻腔 對 太可怕了吧 對 沒錯 然後這些人簽志願書 然後他就把他們注入隔離病房 每天去抽血 每天去測他的鼻腔的PCR 每天都要被戳鼻孔嗎 對 好痛苦的 然後很意外 大家講說是這36個人打入這個新冠病毒 在鼻腔裡面 應該全都中招吧 對 結果有17個人 將近一半一點都沒事 真的假的 對 所以我們就從這個實驗可以看出來 好 這邊就是他講錯 每天去抽血跟抽鼻子 結果第一類17個人 他不但沒抽鼻子 PCR的核酸是陰性 連抽他的血 也沒有產生任何對新冠病毒的抗體 不是只有抗S蛋白 抗新冠病毒任何一個結構的抗體都沒有 就表示這些人 他的新冠病毒雖然打入鼻腔 他根本沒有辦法進入他身體裡面 他表示他的先天第一線的免疫力 先天免疫力非常強 我們都知道免疫力大概分兩種 有先天免疫 他是等於守住城池 守住邊界 他很強 根本病毒進不來 所以進不來他就不會到城內裡面 到城內裡面就會產生後天免疫第二線 後天免疫出來特種部隊就去攻擊他 當然這樣雖然把病毒打退了 可是會造成一些混亂或一些損傷 對不對 然後有第二個只有一個人 他也是沒有症狀 他也沒檢測到病毒 可是他血中已經產生什麼 對抗新冠病毒的抗體了 也表示說他的先天免疫力還可以 還不錯 但是他突破了先天免疫力 已經進到他的體內 可是體內他很快到了血裡面 他很快被消除掉了 所以他沒什麼症狀 鼻子這邊也測 核酸也測不到 就有的眼淚是無症狀感染者 有的 對 沒錯 講得好 第三類人 這18個人就是有症狀 鼻子的核酸檢測是陽性 抽他的血當然也有抗體了 表示這些人的第一線的先天免疫力被突破了 進入到他的血裡面 到他器官的細胞裡面 第二線的後天免疫力出來了 跟他對抗 然後產生抗體 產生體細胞等等 最後把病毒殲滅 可是殲滅同時他會產生一些什麼樣 後遺症嗎 他的一些 後遺症嗎 對 他的後遺症 然後當時他產生身體的不適的症狀 那是一個戰爭引起的一個喧囂 這個戰火 所以這些人的免疫力就是稍微就差了 從這個實驗告訴我們什麼 而且他們搓鼻子 實際上從這個病毒很有趣 從鼻子打進去 可是最先發生的病毒不是在鼻子 是在喉嚨 第二天在喉嚨 最高的時候是第五天的時候 鼻子是在第三天才出現 然後到第七天才變成 濃度是最高 病毒量 這表示說喉嚨是一個決戰的一個關口 就是剛剛講 其實第一先天免疫力就在這個地方 所以為什麼現在Delomicron 大部分人都會造成喉嚨痛 會咳嗽 就是如果你的先天免疫力很強 你的T細胞很強 你會把新冠病毒 把它侷限在你的咽喉 扁桃腺 這些咧巴組織 侷限在那邊 它沒有辦法擴散到全身去 所以你又產生了這種的輕微 然後把它圍堵 然後慢慢把它清除掉 那更好的是 就像那十七位 它根本病毒就進不到你身體裡面來 那才是我們所需要的 對不對 這種對話的人羨慕 對 但是你也可以成為這樣的人 也拭目以待 好 我們下面繼續講 好的 所以這個實驗告訴我們 新冠病毒跟免疫力的戰鬥 是兵家避爭之地就在咽喉 因為扁桃腺跟所謂的類腺體的 這些淋巴組織是很重要 所以預防新冠病毒的感染 關鍵在第一線的先天免疫力 而不在於後天什麼 產生了抗病毒的抗體 No No 那抗體就表示你已經病毒 進到身體裡面來了 進到血裡面來 你才會產生抗體 那從最一開始就是這樣 對 一開始就是孫子兵法 距敵於千里之外 而不是要讓它攻破來 攻破你的層次 然後你再去跟它去對打 那當然也會產生一些症狀 或甚至後遺症出來 原來有Long-Covid的 所以這個實驗告訴我們 第一線的先天免疫是中止感染 最重要的一個方式 那我們來看看 剛剛講人類免疫有什麼 先天免疫 後天免疫 前天免疫細胞有這麼多 這個大家太多了 大家不必去記 那我只是說有自然殺手細胞等等 然後後天免疫大部分是有T細胞有沒有 還有V細胞產生抗體的 T細胞裡面有記憶細胞 有這個所謂的調節T細胞 以及殺手T細胞 可是大家看它中間 有一個重疊的部分 對 這兩個重疊的部分 就是所謂的自然殺手細胞 還有這些原本存在的記憶的T細胞等等 所以其實這個才是一個關鍵 因為殺死病毒的不是抗體 是T細胞 不管是先天免疫的自然殺手細胞 或是後天免疫產生的細胞毒性T細胞 才能夠去把被感染的病毒感染的細胞 把它吞死掉 抗體本身只是去跟病毒結合 標註它 然後吸引這些T細胞來把它吃掉 抗體本身沒辦法消滅它 或是抗體加上補體 把這些病毒沉澱在那裡 變成抗體免疫 抗體補體複合物 然後吸引發炎細胞 吞噬細胞過來就這樣 所以抗體扮演的角色是在這裡 所以我們不能光憑抗體去消滅病毒 如果你本身的T細胞不夠強大 也沒辦法去消除它 好 大家了解了 我們看 而且先天免疫 它反應只幾小時之內就發生了 後天免疫可能要一個禮拜 兩禮拜才會產生 所以你要終止病毒的感染 預防感染是要抗你的先天免疫 這麼多的細胞 包括殺手 包括自然殺手細胞 以及一些記憶體細胞 好 這邊也同時告訴大家 所以你看 在剛開始的時候 先天免疫是非常強的 後天免疫要出來 大概要到七到十四天以後了 所以你要自敵與千里之外 你一定是要有很強的 第一線的先天免疫系統 才能夠圍堵它 不讓它進來 其次最差的 把它圍堵在喉嚨 不要讓它進到你血裡面去 輕症 對 造成了一些各種重症 所以你看 所以病毒的重 殺病毒的重 在天然殺手細胞 就是T細胞一種 細胞毒性的T細胞 也是這個T細胞 所以殺病最主要是這兩個 你看 現在在病毒感染以後 五到七天 你的天然殺手細胞就發揮作用 然後毒殺T細胞也發揮作用 這個時候紅色的病毒量就開始慢慢下降了 有沒有 你抗體產生的時候 是病毒下降以後 扛你才出來 這樣了解嗎 所以說其實第一時間是要靠什麼 先天免疫力的這些T細胞才能抗它 這個圖也是一樣 這個病毒一進來 會造成各種T細胞 還有一個概念 B細胞要產生抗體 一定是要靠T細胞幫忙 如果沒有T細胞的幫忙 這個B細胞產生抗體的量也不足 而且不必要持續 這大家很忽略到一點 所以這個T細胞有很多種 它的功能非常強大 所以當你要血中測到你的抗體 產生很明顯濃度的抗病毒的抗體 以及維持很長的時間 就需要T細胞 所以打了疫苗以後 你看它抗體成為三到六個月 那可能T細胞本身就不是那麼夠的強大 所以大家有一個概念 抗體本身沒辦法殺病毒 第二 抗體要產生足夠的抗體 維持夠久 還是要T細胞來幫忙 所以抵抗病毒的主力是什麼 T細胞不是抗體 大家了解 所以沒有T細胞的幫助 沒有辦法產生足夠的抗體 有沒有 所以抗體本身並不能直接殺死病毒 我們在實驗室說 它綜合性的抗體 是指這個抗體會跟這個病毒的 這個刺毒蛋白結合 沒有辦法再感染其他的細胞 我們就認為它是有中心 可是對這個病毒來講 它還沒有死 它必須要有這些T細胞 來把它吞噬掉才行 所以T細胞足夠 很重要 對 那T細胞很多 是要越多越好嗎 對 但是也要平衡 好 跟各個方法 這張圖就是剛剛大家的問題 你看 當這個新冠病毒進來以後 它進入細胞 細胞就會發出所謂的干擾素 幫助抑制細胞的複製 同時抗原這個表現的細胞 會告訴T細胞 那T細胞它會分化成幫助T細胞 第一型 第二型 然後幫助T細胞 就會也會產生所謂的干擾素 也會產生毒殺的T細胞 來殺病毒已經被感染的 病毒感染的細胞 同時還會幫助B細胞產生抗體 有沒有 所以B細胞要持續產生抗體 要輔助T細胞來幫忙 這個原因是 所以抵抗病毒的主力是T細胞 所以大家如果看看抗體的那些實驗 就看看就好 那個不是主力 是T細胞 好 所以剛剛講這麼多 到底真的有些人真的是天選之人嗎 他都不會被新冠病毒感染 確實 英國在4月份 他們一個研究報告 統計報告到4月 他發覺英國人裡面有10%人 都沒有被 這段疫情兩年多都沒有被感染 核酸檢測陰性 血中的抗體 對任何新冠病毒的抗體都沒有 所以真的有這樣的人 10% 我相信你可能就是其中之一個 所以我們看來就叫天選之人 就是他對這些病毒是怎麼樣 剛剛做的那個病毒 把這個從鼻象注入有沒有 有些人就是不會得到 就是最重要是什麼 第一線的先天免疫力 而不是第二線的後天的抗體 大家瞭解嗎 這個重點 好 那我們來看看到底是 今天免疫是什麼 是怎麼回事 這個研究發表在自然 自然期刊是我們全世界科學 最頂尖的雜誌對不對 2021年11月就發表 是由倫敦學院大學做的 他是做醫療人員 當初避免還沒出來的時候 第一波的武漢病毒株在傳播的時候 他們發現在醫護人員在那邊抽血 就將近有60個人 他不但PCR跟剛剛做那個鼻子檢測類似 PCR也沒有 抽他血中也沒有任何的抗體 就將近有60個人 他們自願繼續來抽血 他們就把他的血抽出來 分離他的單核球 淋巴細胞 看他淋巴細胞對病毒的反應的能力 以及分泌的干擾素的能力 發覺確實是有影響 所以他這個當初他們也是發覺 這醫護人員有十分之一是有這個現象 他不會被感染 血中也不產生任何的抗體 表示他先天免疫力很強對不對 他們就說到底先天免疫力哪裡強 他們當初的假設是說 假設這些人的身體裡面 原本就存在很強大的T細胞 尤其是記憶T細胞 當病毒一來的時候 這個記憶T細胞立刻產生反應 增殖 加倍 數量很大 也就產生反應 然後告訴這些殺手T細胞等等的 然後來產生所謂的干擾素 一方面抑制病毒的複製 一方面告訴殺手T細胞來把它圍堵 立刻就產生一個反應 到底是不是如此 結果他們發現有20位裡面 它的T細胞的數量增加一倍 而且這些T細胞它不是針對赤塗蛋白 它是針對病毒內部的一個結構 叫做RNA的聚合酶 它需要這個東西才能複製 而且他們分泌的干擾素也很強 濃度也高 所以他們發現說 原來這些人身上真的 這些所謂天血之鹰 它是有強大的先天免疫T細胞 它能終止病毒感染 Abort 而不會讓它進入身體裡面 產生後天免疫的抗體的 這個結論就是說 病毒最重要的就是 它身體裡面要有一個記憶T細胞 然後它會即時的反應 消滅這些病毒 所以這是所謂的重點就是 先天免疫是非常重要 尤其是記憶T細胞 而他們發現這個記憶T細胞 好像會跟其他的冠狀病毒 產生交叉反應 所以他們就在想說 那是不是因為有四種感冒病毒 是不是因為得過了這些冠狀病毒感冒以後 我身體遺留下來 這個記憶T細胞量很多 它會交叉反應 當這個新冠病毒一過來的時候 還會跟新冠病毒立刻有一個 對新冠病毒產生反應 這是一個可能性 待會兒會講 這是可能之一而已 不是所有的原因 所以它不是針對這些刺土蛋白 我們現在打疫苗是真正的刺土蛋白 其實不是 因為刺土蛋白一直在突變 Delta突變到Omicron的時候 花六個月 它在刺土蛋白有三十個基因突變不一樣 那現在花三個月 Omicron BA.2 現在變成BA.4.5 三個月在刺土蛋白又突變 它們都集中在刺土蛋白做突變 越來越快了 對 那就是一定有一個選擇性的壓力 不促使它突變這麼快 選擇性的壓力 對 因為如果突變的話是 如果病毒在身上RNA病毒在身上複製 複製一定會產生錯誤 就是所謂突變 那大部分突變應該是水肌的 它集中在刺土蛋白的突變 那就很有意思了 裡面背後就告訴我們 病毒為了生存 它要逃避你疫苗促使的 對抗刺土蛋白的抗體 它必須集中在這邊做演化 做突變 它才能生存 這是其可能原因之一 所以我們意思說它是針對內部的 內部的這個RNA的聚合體 所以強大的先天記憶體細胞 能夠持續防疫性病毒 不是只有這一次 因為你只要每碰到一次冠狀病毒 或新冠病毒 你體內 它體內的記憶體細胞 就會增值 數量就會越來越多 有沒有 存留在身體裡面 它會持續提供你持續的保護力 不像我們打疫苗的時候 我產生了中和性的抗體 保護性的抗體 可能三到六個月它會消退 所以現在要打第三針 又要打第四針 可能要打第五針 可是如果是… 表已經滿了 如果是T細胞 Always會存在你身體裡面 它會持續存在那邊 只要你冠狀病毒一進來 它會立刻反應 所以SARS病毒主要是T細胞 這個表示告訴 有七種冠狀病毒會感染人 後面這個是SARS 這個是MERS 然後這是新冠病毒 有沒有 其實前面四個是一般的感冒病毒 所以有可能是因為這些冠狀病毒 它的刺土蛋白都不一樣 可是它裡面的這個RNA聚合酶 複製的這個酶是一樣的 比較沒有什麼突變 所以將來次世代的疫苗去發展 應該是針對內部的這個 內部的這個RNA聚合酶蛋白 去產生抗體 產生體細胞 可能會比較更持久 而且可能會比較普遍有效 而不會像Omicron 只要一直在次數蛋白突變 你舊的疫苗趕不上 現在的疫苗是針對武漢病毒株嗎 武漢病毒這個刺土蛋白 跟像Omicron刺土蛋白的序列 已經差了10萬8千里了 所以才是免疫逃脫反應 效果就差了 所以天選之人就是什麼意思 擁有強大顯天免疫的記憶體細胞 剛剛是那一篇是倫敦學院大學做的 這個倫敦帝國學院也做了 他就是家人有人感染了對不對 就待在家裡 因為輕症嘛 結果他測他們的家人搓鼻子 抽血一樣 他們發現有一半的家人搓鼻子 核酸陰性 PCR陰性 抽血也沒有產生任何的抗體 天選之人 所以他也發覺他們的T細胞很強 這個T細胞不是針對 刺土蛋白的 是針對 一樣是針對它的RNA的 這個所謂的複製的這個酶 所以這是一個方向 就是說可能刺世代疫苗不能再 現在研發了刺世代疫苗是這樣的 它是把武漢病毒株以及BA.1 或B.2 它們的這些刺土蛋白 兩種都放在一起 可是它B.2跟B.4.5又差很多了 可是RNAG和酶不太會變 所以這是一個刺世代疫苗的方向 所以總之這個圖就告訴大家 你看 我身體如果有很多很強大的持續存在的 原先就存在了一個T1T細胞 只要病毒一來 T1T細胞立刻就增生反應 告訴T細胞產生毒性T細胞 去殺所謂的破壞被病毒感染的細胞 以及產生更多的感染素 直接抑制病毒複製 所以抗病毒最主要的是 你體內原來就有那些很強大的記憶T細胞 好 所以天鹼治療的觀念 就在它體內就有記憶T細胞 它的多寡以及能夠立刻的反應 那大家想說這記憶T細胞 是不是要長期要有抗原來刺激它 你長期要去受冠狀病毒感染 不是 它不需要抗原 它一旦存在不需要抗原 它是需要一些轉入因子跟一些細胞因子 那這些細胞因子跟這個 長鏈脂肪酸的氧化有關係 立腺體 它要產生能量 一定需要長鏈短鏈的這些脂肪酸 氧化 磷酸化 產生ATP 那這個過程才會讓T細胞變成記憶T細胞 所以它要維持住 記憶T細胞要維持住 不是靠抗原刺激 是要靠 轉入因子跟這個 跟脂肪酸 OK 好 所以我們來探探看 如果你也想說像10%的天選智人 不是基因的問題 不管基因 你本身如果說有很強的記憶T細胞 你就有 那後天可不可以造成可以的飲食 對記憶T細胞會有很大的影響 有研究報告出來 好 他們發現減少熱量的攝取 少吃垃圾食物 但你營養的充足 不是說斷死的啦 就是 熱量的充足 但營養的充足 他們發現記憶T細胞的反應會非常強 非常好 所以熱量不要太多 不要過多 適度的 所以人家說吃這個氣氛的反應保持很好 但是你營養要充足 多放各種的這種食物 都要吃多元化 均衡營養 對 營養是這樣的 就是有道理 第二個 他們發現高纖維的飲食 什麼叫高纖維飲食 肉蛋有沒有纖維 營養師 肉蛋沒有 應該比較多是來自於水果跟薯茶 是 是 還有全骨類 對 全骨類沒錯 所以你看看這個原來高纖維飲食 都是來自於植物的 對不對 所以他們發現這高纖維飲食很重要 裡面的膳食纖維 我們腸道裡面有一個共生細菌 它腸道的細菌會把這個纖維 把它消化轉成短煉的脂肪酸 短煉脂肪酸它會讓T細胞的 立腺體把它氧化 磷酸化 然後產生更多的ATP 這個過程是產生記憶反應必須的一個過程 所以腸道健康也是重要的 對 所以腸道的共生菌很重要 腸道的共生菌 但是你也要吃進來什麼 好 膳食纖維 蔬菜水果全骨類 剛剛營養師提了 所以大家可以等一下就問我們看到 如果你想要增加你體內的GT細胞 除了剛剛講的普通感冒之外 大部分人都接觸到感冒病毒了 所謂的 大家都難免過去 因為現在戴口罩比較少感冒 過去大家經常會感冒 一年 一次 兩次 對 容易感冒 那感冒裡面有時候就是冠狀病毒引起的 可是你看幾乎每個人都有接觸過 感冒的冠狀病毒 那為什麼只有這十分之一的人 才會有這個記憶體細胞的存在 那就是飲食 你多吃纖維的飲食 有沒有 記憶體細胞才能夠繼續維持住 好 所以當你體內的記憶體細胞 要維持足夠的量 以及足夠的反應 再少吃垃圾食物 少吃太多熱量 這個糖飲料等等 那這樣子你維持住 病毒一來的時候 你記憶體細胞立刻會反應 所以這邊這個圖表告訴大家 你熱量要把它限制住 但是營養要夠 這個時候是對於記憶體細胞是最好的狀態 另外一個就是你隨意吃 可是呢 你也要多吃纖維這些 你不一定要去斷食 多吃蔬菜 水果 全骨類 這樣子也會維持你的記憶體細胞 如果飲食過多造成肥胖 你體內的記憶體細胞是變弱 營養不良也變弱 這兩端 過營養不良 過肥胖 為什麼 發現肥胖是一個COVID-19 嚴重的疾病的危險因子 T細胞 T細胞 體內的記憶體細胞不夠 反應也差啦 所以它就是處於慢性發炎的狀態 對 沒錯 好 所以不只對記憶體細胞 對調節T細胞有用 T細胞還有一種叫調節T細胞 它是萬一你的免疫風暴太強 發炎太強的話壓制會平衡你抑制它 所以為什麼會變重症 很多就是免疫風暴 所以為什麼 我們來看看 綠茶 它裡面有一種多酚的成分 它會增加體內更多的調節T細胞 調節T細胞 你把它看就是抑制它的 不要說T細胞的功能過強造成免疫風暴 它平衡它 吃木瓜也可以增加你的T細胞 調節T細胞 恭喜大家有飲料可以喝 我們最常被問我們可以喝什麼飲料 無糖綠茶可以 所以多吃蔬菜水果人或是吃剛剛 高鮮飲食的人 你要不要有研究報告 你不容易變重症 為什麼 得到貴貝拉也不幸的話 為什麼 因為免疫風暴 你租在水果裡面這些的成分 會抑制免疫風暴 透過調節T細胞的作用 還是T細胞 所以你會不會得新冠肺炎 其實你身體的T細胞很重要 尤其是記憶T細胞 原本就存在很強大的記憶T細胞 你萬一不幸得到會變重症 也是要靠你體內有夠多的 平衡的調節T細胞 其實能不能抗不然是靠身體的免疫能力 對 其實體驗免疫力是比較通俗的名詞 其實現在就是講T細胞 大家記得抗病毒 抗癌症都是要靠T細胞 不是靠抗體 好 所以免疫系統運作要良好 純素飲食可能就是答案 所以剛剛已經講過了這麼多原理 就是你高纖維飲食其實就是蔬菜水果 剛剛一樣是講的 全骨類嘛 對 所以他們有做過 如果你是雜食性的志願者 他們請他來吃淡奶素三個月 他沒有吃純素 就發現他腸道的細菌的多樣性 會增加他的多樣性 包括他腸道的細菌 會產生一種IgA的一種好菌就變多 IgA就是一種保護性抗體 他在腸道黏膜 在呼吸道黏膜 在我們生殖道黏膜都有 他會保護我們 是IgA的一個抗體 讓那個病毒或是細菌 不能夠入侵到我的腸道 或入侵到我呼吸道 這IgA的抗體不是在血裡面 它是在黏膜上 就當你發現素食的飲食呢 你會發現它的發炎指數CRP會降低 白眼球數目也會降低 但是還是在正常範圍裡面 白眼球指數太高就是發炎嘛 太低也不行 對 然後纖維蛋白源就是擬血因子也低 但是還是正常範圍 所以說吃素食的人呢 他身體的 剛剛講的比較不會有發炎 所以他發炎指數CRP不會高 白眼球也不有無緣故的增生太多 不會 因為他沒什麼發炎嘛 然後身體擬血反應也不會過強 變成大家得到這個新冠肺炎會造成泥血 有沒有 造成血酸等等 所以是很重要 當然一些微量元素也需要補充 尤其現在是講的A啊 有他們C啊 D啊 E啊這些 都也是很重要的 所以營養要均衡 醫師 這是素食中 是不是還是要提醒素食的人 還是要多攝取就是圓形的那些食物 因為素食有太多加工品 油炸物 沒錯 沒錯 所以第一個我們把內容物 盡量改成蔬菜 水果跟全穀類 第二個我們希望你慢慢能夠怎麼樣 去吃圓形的食物 好食物 真食物 就像我們基金會推展的 這是很重要 然後你才能獲得這天然的營養素 那所有圓形食物就像米啊 最好能夠吃糙米嘛 不行 至少吃五穀胚芽吧 白米飯很好吃 可是把那些營養素都打掉 很多微量原素都打掉 植化素都打掉 太可惜了 就可惜了 那口感上 煮的時候我稍微調整一下 是不會犧牲你的口感 聽說醫師也是一個全素的 對啊 因為我怕死了 我也想增加我身體的記憶T細胞 哦 了解 不是只有對新冠病毒 將來它再怎麼突變 現在不是這個麻寶病毒出來 就類似伊波納病毒 猴豆病毒 有沒有 這個各種病毒不是靠打疫苗而已 嗯 本身的 你本身的強大的記憶T細胞存在的話 滴血免疫那麼強大 它沒辦法供進來 這是持續的 真的 在成年持續的 或是要天天多吃舒適 吃出免疫力 吃出T細胞 吃出免疫的T細胞 對 很好 好 所以說你也可以成為天雪之人 不是你的基因的問題 你後天可以改變它 可以決定它 這建議大家是以持入為主的飲食習慣 真的有研究包吟出來了 吃素的人 多吃蔬食的人 他會減少新冠病人的感染 減少9%到20% 印度的素食 他們更能去做 會減少59%的感染 印度是奶素 奶素 對 之前的研究講 減少9%到20%的感染的風險 那是因為你看你吃的多寡 蔬菜 水果 全國類的多寡 優質蛋白是不是也是滿重要 就是有豆腐那些 所以因為你生成要產生IgG 產生抗體這些 細胞的修復都需要蛋白質 IgG 抗體也是一種蛋白質 所以植物是一手的蛋白質 肉蛋是二手蛋白質 你看牛 羊 馬是吃草 植物的一手蛋白質 轉化成肉奶的二手蛋白質 在轉化的過程中 累積了環境 荷爾蒙 重新素 農藥抗出一大堆 所以植物的蛋白質是一手的 可是一手的裡面 植物的優質蛋白質是什麼呢 剛剛營養師講的對不對 全骨類 糙米 五骨 胚芽 搭燕麥片 還有豆類 又是黃豆 各種豆類 堅果 這樣子你的蛋白質就不會缺了 就不會缺了 所以要從植物的優質蛋白去攝取 這也是非常重要 剛剛講雖然是減少攝取熱量 可是呢不要去營養素 營養還是要能夠充足 應該是說不過度攝食 就不要造成肥胖這種可能性 對 沒錯 好 所以他們有 而且不但是就是蔬食呢 然後可以減少COVID-19感染的風險 萬一不幸染疫以後 會減少73%中症重症的風險 有雙重的保護作用 所以第一項為什麼會減少感染 因為他多吃蔬食 多吃纖維飲食的人 少吃加工的人 他體內的記憶體氣泡很強大 所以他就會終止感染 像病毒 你不接觸到病毒已經不可能了 這太多了 記者戴口罩 還是要帶減少病毒進來 可是你的低線免疫把他擋掉 那萬一不幸染疫呢 為什麼會比較減少73%中症的風險 因為你身體裡面的調節T細胞 不只是只有記憶T細胞夠強 調節細胞也是夠強 所以讓你不會產生免疫風暴 過度的發炎 中症也會比較少 所以原因就在這兒 所以剛剛講 健康的植物性飲食 對新冠肺炎具有雙重的防護作用 剛剛講過 感染部分的風險 也減少9%到20% 印度的奶素會減少59%的感染的風險 然後萬一不幸變重症的話 有的研究不好減少41% 這個減少41%不是說全部吃蔬食 就是看他飲食裡面 這個蔬菜水果含量最多那一組 全國最多那一組跟最少那一組 去減少41% 如果你吃純蔬食就像下面 又看荷布金大學做的 減少73% 這是素食者 他檢驗的醫療人員裡面 他們還沒打疫苗之前 因為他們在第一線照顧COVID-19的病人 一定都會染疫 染疫後變成重症 吃素跟不吃素的風險 這樣減少了73% 吃素的人聽到這應該非常開心 對 那我們台北慈濟醫院 照理講 照理講 領導的團隊也發表了這文章 他們住院的這些老人們 都COVID-19的發現了 沒吃素的比吃素增加5.2倍的重症的風險 都出來了 所以為什麼多吃蔬食會怎麼樣 記憶體細胞強大 然後調節體細胞也夠穩定 對不對 了解 所以就不預防感染以及減少重症 了解 所以這邊也是講說 美國的衛生醫院做的 給那個動物倉鼠給他餵高脂肪 高熱量 但是營養不見得好 高糖的西方飲食 給他餵食到12週以後 製造人為的肥胖 發炎 然後再給他感染冠狀病毒 他就會產生更嚴重的疾病 然後肺部的功能更差 然後病毒的清除更慢 有沒有 而且跟這篇的研究 德國這篇研究是跟體內的共生菌有關 有沒有 剛剛已經講到 膳食纖維會再藏到你一倍 我們的共生細菌 好的細菌 他不但會產生IgA的保護 腸黏膜之外 又會產生什麼 短煉脂肪 對 短煉脂肪來增加記憶T細胞的產生 所以大家都了解 為什麼健康的植物性飲食有雙重保護效果 大家了解了 所以我們就常常問說 醫師你怎麼去防疫的 其實我就講健康氣塑膏 全骨類 這個是剛剛講過的 他有研究的根據出來了 然後原因也跟急轉也跟體細胞有關 然後多到樹林 森林 公林 山步 曬太陽 算很重要 太陽是給我們很大的能量 你看貓狗一輩子不吃藥 他就路邊曬太陽 對不對 整家的民意力 沒有太陽不肯運營生命 太陽是給我們當然大的民意力 除了除了合成維他命D之外 很大的能量 然後也分多金 然後如果大家太陽不夠 可能每天建議服用維他命D2000國際單位 太多也不行 然後維他命C也可以補充 E也是可以補充的 然後多喝水 人女百分之其實是水 增加性成代謝 綠茶剛剛講 為什麼 對不對 除了丹寧酸之外 綠茶喝了 也會增加你的什麼調節體細胞 不容易變重症 有沒有 然後就豌豆 大蒜等等這些 然後不得已你要到室內去的話 我經常減少群聚 那我來之前我都喊一個 增加上呼吸道免疫力的 好 所謂的先天免疫 我不可能不暴露到病毒 是減少群聚到病毒 對 醫生你太容易了 職業的關係 對 但是要好好保護自己 即使你身上有很好的記憶體細胞 你也要增加上呼吸道的免疫力 把這些記憶體細胞 有的是在組織上面 有的是在血裡面 你就把它集中在上呼吸道 然後把它Recruit過來 這個時候萬一病毒過來 立刻 就是呼吸道的病毒 一定要從呼吸道進來 流感也是一樣 好 今天新冠肺炎的病毒 就要從呼吸道進來 增加這邊的免疫力 就T細胞集中在這邊 它就會阻止它先進來 然後離開之後 你就用優點的漱口水 優點證實可以抑制新冠病毒 然後回到家離開 你當然都要去洗手換所有的衣服 最好我們那個領域是更好 各位分享一下 所以萬一有些人 他先天是過敏體質 他不適合打新冠疫苗 或是他打了以後 也產生一些極限的副作用 他不敢再打 那這次秋天的時候 建議大家可以去打流感病毒 流感疫苗 因為流感疫苗研究報告發現 他最近的一個研究報告 在卡達 阿拉伯卡達 航空卡達 他們做了三萬多人醫護人員的研究 可以減少29% 將近30%新冠病毒的感染 以及變減少89.9% 減少90%的重症 重症的防疫 之前就有人報告過 只是大家那時候以為說 那這可能是巧合等等 可是一再出現這樣的研究報告 所以他會有交叉反應 交叉的保護作用 所以打流感疫苗 他會有一個很amazing 一個remarkable的一個collected benefit 所以因為流感疫苗的好處 是打了幾十年了 比較不會有長期這些未知的副作用 如果不敢再去打 可能流感疫苗 但是它的缺點是什麼呢 打了以後大概只能維持 一劑兩劑的抵抗力 但是至少像秋天 冬天 高峰期 對 這個高峰期的免疫力 會稍微比較好一些 不像你吃蔬食的人 他的記憶體是在身體裡面 是一直長期維持住的 所以但是至少我想流感疫苗 也是一個方法 所以我們回到最後就是講說 我們只要吃一個永續的食物 排碳量比較少的 不破壞地球環境 也不去殘殺動物的狀況之下 排碳量少 自然氣候變遷就少 對不對 全球讓它少 然後我們多吃這個永續的食物 排碳量少 對地球環境又好 對我們人類也好 也會減少剛剛講的 人畜共通傳染病的發生 這回歸到我們的港 所以食物真的是跟氣候變遷 跟新冠疫情是息息相關 要防堵下一個新興傳染病 就是人類動物生物環境的健康 缺一不可 好 謝謝大家 大家一定要去留言或提問 我們說吃吧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